哈啰大家好,我是小豪,欢迎来到中华频道 每个礼拜用几分钟的时间帮你快速理解复杂的实习一题 很快的下一个礼拜就是周选了 你们准备好出门投票了吗? 上个礼拜候选人名单出来了之后 候选人就只有14天来拉票了 其实时间是不多的 但是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就发生了很多事情跟争论了 像是国盟到底会不会赢下雪岚的州呢? 槟城的行动党好像在搞内讧我 还有更早一点沙努西就给人家抓走的事情 会不会影响到伊斯兰党的选情呢? 今天我们就用几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是周选的几大看点 不过在开始之前 是要建立三秒钟的时间 帮我们点一下订阅 这是小小的马来西亚创作者 谢谢你 1,2,3 OK,点好了吗? 那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最受瞩目的雪岚儿周选情 之前国盟就放话 讲这是要在周选里面 赢一下雪岚儿周的政权 可是雪岚儿周从2008年开始 就一直都是西盟的 执政到现在已经15年了 都没有轮过的 国盟真的有可能会赢吗? 这部分很多分析都认为 关键其实是在于马来人票了 因为雪州的华人、印度人跟其他种族的票 大概都是很稳定的 就是人数占最多的马来人票会投给谁 这就很难讲了 尤其现在马来政党分裂成这样多个 每个专注的面向都不同了 到底雪岚儿周的马来人是怎样想的? 大家都是很好奇的 所以就有研究中心去做民调 就问看雪岚儿周的马来人选民 他们有什么想法 那根据这份民调 有42%的马来人选民 讲他们会投给西盟的 国阵的话就只有15% 另外33%的人是讲他们会投给国盟的 这样子看来 目前西盟还是战上上风的 而且如果西盟跟国阵合作的话 基本上就会撤下快6成的马来人票 加起来算是会稳稳赢国盟的 不过这份调查报告里面就有特别提到 虽然是有9%受访的马来人讲 不知道自己会投给谁的 可是在访问的过程中 研究中心都觉得 这些人很可能是会把票投给国盟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目前国盟也有差不多42%的支持率 跟西盟也算是五五波的 所以从这份民调上来看 虽然现在西盟还算是领先的 但是如果没有跟国阵很好的合作的话 要守住雪州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那除了雪岸儿州以外 另外一个西盟多年来的堡垒州属 就是槟城 最近也是因为候选人的事情 潮了起来 这次州选的第二看点 就是行动党内部的纠纷问题 毕竟这个是行动党 第一次跟万年死对头巫统合作 所以大家都是很关心的 他们会怎样安排周旋的候选人呢? 这件事情本身就难度很高的 你让给巫统太少 巫统那当然就会不爽嘛 合作就没有意义了的 你让给巫统太多 你自己行动党的党员 还有以前支持你的选民 也是会很不爽的 真的是很两难一下的 但是没有想到 最后结果提名人选出来了之后 槽的焦点不是给巫统多少的问题 而是行动党自己人都内战起来了 因为槟城的候选人名单出来了之后 大家发现很多资深的党员都没有被安排上阵了 反而是林冠英参选了四次 还是上阵了 而且还是被安排到堡垒区 还不对参选 等于是要稳稳给他上楼 这个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还有两个槟城的资深党员是七道退党 宣布要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的 对很多行动党的支持者来讲 你们这些老议员都参选这样多次了 现在退下来给年轻人士上去不好 有的网友也觉得 资深的党员不可以这样练拳的 你要给新人机会 行动党有新人参加 才有机会一直发展下去的 可是对面有被选上的党员来讲 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首先出来讲话的是 槟城第二首长拉马沙明 他就讲现在的行动党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大家一起辛苦 为了理想打拼 现在执政了 做事情却越来越不透明了 像是这次上阵的人选名单里面 这样多资深的老将都没有被安排上阵 讲是讲给机会新人 可是其实这份名单里面 很多年轻的候选人都被年纪更大的挤下来了 拉马沙明就讲 这份名单就是行动党里面一小部分的决定 而另一个党员 沙底斯也是这样讲的 因为这次只有38岁的沙底斯 是没有机会出场的 被其他年纪更大的候选人取代了他的位置 所以他就当然很不爽啦 讲什么换新人上阵 新的候选人年纪还比我很大 而且有些人都已经做过六七届的州议员了 甚至还做过国会议员了 讲要给机会年纪人 这些人不是更加应该退下来吗 另外沙底斯还加码的爆料 讲这个名单全部都是行动党里面的皇帝决定的哦 整个槟城的行动党都要听这个皇帝讲话哦 而且党里面都讲好啊 最多只可以做三级就要下来了的 结果有些人还做超过是怎样呢 那这个皇帝是谁呢 沙底斯是没有明讲啦 但是因为现在党里面 同时有州议员跟国会议员身份的 除了曹官有就是林冠英啦 他还讲这是落马的候选人啊 很多都是赛曹官有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啊 沙底斯讲的皇帝就是林冠英啦 那除了行动党这边看起来好像闹内红家 其实马华那边也是很乱水的 前几天的团结宴上面还打起架来丢遗址丢上了一个人哦 结果马华MCA给人家笑讲是遗址公会 Malaysian Chair Association 那在华人为主的政党自己打到乱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看隔壁棚马来人政党 他们反而好像越来越团结哦 这次周选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啊 是马来保守势力的动向 这就要讲到7月21号的时候 国盟在吉兰丹的体育场就举办了选前集会 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到啊 真的是可以用声势浩大来形容的 主办单位啊就讲有10万人在现场的 而且当晚又下雨又停电 很多支持者都没有离开场了哦 夏浙宇还在大力摇旗支持国盟 当时候人也在现场的马哈迪就讲了 这是他从政80年来看过最多人出席的机会了 就是讲选民都很support 国盟support一党的啦 这个其实也不是很意外的哦 因为吉兰丹本来就从1990年开始 一直到今天33年都没有换过政府 不管这些年 几多人讲吉兰丹很落后没有发展 可是每次大选都是伊斯兰党赢的哦 这个地方还一直都是伊斯兰党的大本营来的 所以上次大选之后啊 伊斯兰党就赢了很多的议席嘛 讲话也就比较有分量了 这种保守的一件行为都变更多了的 像是不给开演唱会啦 禁毒啦 批评护士的服装啦 批评LGBT等等 很多你看起来很荒谬的行为 其实都是做给穆斯林选民看的 对你来讲是很顶不顺啊 可是对保守的穆斯林来讲 这个都是伊斯兰党有做事情的证明来的哦 最经典的就是拿沙努西的事情来讲啦 沙努西整天都讲很多引起争议的话的 像是槟城是击打的 贪污最多的是非穆斯林 每次都弄到很多人骂他 甚至后来还因为这样子被煽动法律调查 给警察抓去的 这个看起来好像大快忍心啦 但是很多分析都讲啦 其实抓沙努西这件事情不只是不会打击国盟 反而是会帮他们争取到更多的同情票的 而且其实也有不少维权团体都站出来讲 你们有必要去抓沙努西吗 你这样就只是在亲事马来西亚的言论自由空间罢了 尤其是西蒙政府自己 你之前想好要废除山东法令的 现在趁周选期间来对付人家 这样有意思吗 你到底是算什么意思呢 你好不好意思呢 这个是不是尚未了就打压政敌呢 跟当年安华被马里整下台的事情是有什么差别 那结果是好是坏 我们就看下一个礼拜就知道了啦 讲了这样多 其实现在看起来 无论是团结政府也好 马来政党或者是华人政党 大家都面对跟以前不一样的挑战了的 因为现在没有人有足够多的支持 可以自己单一执政的 所以就要组联盟互相合作 互相妥协才可以做政府的 可是这样又整天会有朝来朝去意见不合的问题 这个一方面来讲当然是会有一点混乱 但是如果我们从好的方向去想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正好就是打不了过去 马来西亚就只有国政执政 一党独大的局面 而且还有分析想 现在的选民都不一样了的 现在选民年轻不怕换政府 这几年下来换了政府换了首相换到江平法 很多人也就慢慢习惯了这种和平的政权交替 这其实也是国家更民主和自由的象征 我们觉得算是一种值得乐观看待的事情 所以无论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都觉得身为选民 大家都不要浪费自己做老板的机会 8月10号 记得带好IC出门投票 去表态给政府知道 你们平时做事就做好好来的 欺骗选民的话 大选就是把你们换下来时候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不知道你对周选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们知道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也欢迎帮我们订阅一下 我是假豪 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